Hello,大家好,我是Calvin,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要和您分享如何用英文轻松的过海关 OK,那么在我们过海关之前呢 首先会进行排队分流 这里大家注意一下两个单字 一个是Citizen,也就是公民 另外一个是Non-citizen,也就是非公民 在美国的话,你可能会看到 U.S.Citizens,美国公民,以及Non-U.S.Citizens,非美国公民哦 OK,那么分完流之后呢 我们就要去排队等待 这里注意一下两个表达 一个是Stand behind the waiting line 也就是在等候线后等待 或者是Stand behind the yellow line 也就是黄色线后等待 那么接下来呢,海关员会喊Next 也就是下一位 这个时候呢,他可能会问你 Can I have your documents? 我可不可以有你的证件?请出是你的相关证件? 一般的话,我们只需要把我们的 passport 护照,或者是 Declaration form 也就是申报表 给到海关工作人员就可以了 那么有时候呢,海关人员也会问你 Is this your final destination? 这是你的终极目的地吗? 如果不是的话,你可以说 No, I have a connecting flight to London 不,我到伦敦也要转机的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 那就是一连颤的问题,我们首先看第一个 What's the purpose of your visit? 你此行的目的是什么? 那其实有很多 比如说很多学生可能是去国外留学 这个时候你可以说 I'm going to school here 也就是我来这边上学的 那有的人可能是出差 你也可以说 I'm here for work 或者是 I'm here for business 那如果你是旅游的话 你可以说 I'm here for traveling 或者是 I'm here on vacation 那如果说你是拜访亲戚朋友 或是拜访家人 你也可以说 I'm here to visit my family No.2 How long will you be staying? 你会在这里住多久? 这个问题还蛮容易回答的 你只需要告诉对方 你要住的时间就可以了 你可以说 I'm staying here for two weeks 我要在这边住两个礼拜 或者是 I'll be staying here for one month 一个月 OK 第三个问题 Where will you be staying? 你会住在哪里期间 这个时候你只需要提供酒店的地址 你可以说 I'm staying at this hotel 或者是你朋友的住址 I'm staying at this address 或者是 address 这两个方言都是一样的 有的时候海关人员可能也会让你去确认一下 你的返程的日期 他可能会问你 Can you confirm your return ticket? 你可以不可以确认一下你的返程的票呢? 这个时候的话 你直接告诉他你返程的日期就可以了 比如说 Yes, it is on the 1st of August 在8月1号 No.4 What is your final destination? 你的终极目的地是什么? 这里的话我们可以直接说 I'm going to London 或者是 London is my final destination 你只需要告诉对方 你的那个地名就可以了 No.5 How much currency are you carrying with you? Carry是表示携带的意思 Currency是货币 也就是说 你携带了多少当地的货币 每个国家都有限额 这里的话 如果你超过的话 一定要记得去申报 比如说你携带了一千金 你可以说 1,000 US dollars OK,那么有时候在流望期的时候 海关工作人员也会问你 Do you have any agriculture products? Any food? 也就是你有没有携带任何的农产品 或是食物 这里注意一下 在入境海关的时候 我们不允许携带任何的农产品 或是食物入境的 包括你飞机上没有吃完的水果 有时候呢 海关人员也会问到另外两个问题 比如说 Are you traveling alone Or with anyone 这个时候呢 你如果是一个人独自旅游的话 你可以说 I'm traveling alone 如果你是跟家人或是朋友 你可以说 I'm traveling with my friends 或者是 With my family 那另外他也可能会说 Who packed your bag? pack是表示打包的意思 谁给你打包的 如果你是自己打包的 你可以说 I did OK,最后一个问题 Do you have anything to declare? 你有没有什么需要申报的? 一般的话我们直接回答 No, I don't 没有 那如果说有的话 你就老实交代就可以了 比如说 I have some snacks 我有一些零食 或者是 I have a bottle of wine 我有一瓶红酒 你就具体交代一下就可以了 好的,那么如果这些问题 你都已经轻松过了 那接下来呢 就是拍照片和打指纹 一般海关人会跟你说 Can you please take your glasses? 或者是 hat off 也就是请摘掉你的帽子 或者是眼镜 那紧接着呢 他也可能会跟你说 Place your finger on the scanner 或者是 Put your finger on the scanner 也就是将你的手指 放到那个扫描仪上 如果一切进展顺利的话 海关人会跟你说 You are all set Have a nice trip 或者是 Have a nice day 最后我们结束一下就可以了 Thanks YouTube 好的,那这样子有没有搞清楚呢 欢迎大家在下面的评论区补充和留言 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 先帮我点赞和分享 因为我们小听说的不定期更新 希望大家一定要订阅 或者是关注我的频道 这样才不会错过任何一集 我是Calvin Catch you guys next time 我们下期有碰到再会咯 Bye